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厉害 就是玩个小视频 几个月玩一万多人 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真实实 因为没有任何的宣传资源 推广资源 就这么默默无闻地玩 那我觉得就挺好 因为你实实在地还在做一些事情 我一直觉得就是 这个时代没有给任何人提供一个捷径 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渠道多了 在渠道里头能不能做到 自己往上拼命的拼搏 那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看 刚一毕业 既要考虑自己的人生规划 又要面对一段情感的时候 人人都会焦虑 是不是火山小视频 这小视频 那小视频 其实不在这儿 任何一个工具在不同人的手里面 它就会变成不同的东西 对于一个大明星来说 可能火山小视频是一个 宣传的一个触发点 让它积累更多的粉丝 对于一个普通的姑娘来说 可能火山小视频是一个 让它成为明星的捷径 或者提供了成为明星的一个渠道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啊 所以现在回到本命题 两位在大学里面谈了三年 打了三年 其实也是磨合了三年 现在除了情感之外 其实有情感之外 更多的东西加进来了 你们还愿不愿意共度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们考虑 要不要珍惜过去那三年 如果要珍惜 办法总比困难多 来 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希望你以后 能对我多一些理解 然后我也会对你多一些宽容 希望你生气的时候 能及时告诉我 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能及时告诉你 其实 我觉得 我们在一起的这三年 如果现在你能够懂我 就好了 就有时候觉得 挺心寒的 好 谢谢两位的坦诚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给大家登陆 有空网 腾讯视频 思乎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区里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这对 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本环节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结活动期间 加时员送一套纯净级保湿 时刻透水嫩 要保湿 伊贝斯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签证 请亮灯啊 好好珍惜吧 好吗 不容易 三年的感情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好了 祝他们幸福吧